1945年二战结束 中国内战封烟升起 1949年国民政府大撤退至台湾 意外的国度在大时代的动荡中落定 逾百万人的战争移民 逃离烽火漂流渡海 所以在建设这些基地附近 就会盖这些官色建筑 后来就形成我们的一部分的眷村 随着军队来到台湾的眷属 安置到各地眷村营社 在眷比归户比归村 村与国共思维下统一集中管理 明德新村 它是国军海军上将的 很重要的眷村所在地 所以叫做将军村 应该说明德新村就是全台湾 最具有规模而且最漂亮的一个眷村 1996年中央政策老旧眷村改建定调 顺势兴起一波眷村文化保存浪潮 全台886处眷村 在消失与保存两端摆荡者 高雄市唯一同时设有三军军校 完整三军军种眷村聚落的城市 如何突破限制 保存珍贵的眷村文化资产 成为市府最大的挑战 眷村文化在这个眷改的政策之后 其实眷村慢慢在消失 可是在高雄我们毕竟是拥有陆海空三军最大最完整的眷村 我们都觉得这是在这个城市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一段记忆 它应该值得被好好的保留下来 而且进一步的把这些故事继续的传唱下去 使者副市长与文化局长任内 推出以住待户 以至后续的全民修屋与老屋劳动营 成为高雄市眷村保存政策的活水 大家都是按照的眷改的这个程序在走 其实大家都想说 没有人想到说这个地方可以留下来 突破眷村保存政策困境 浇灌着超过90多公顷的三军眷村旱地 目前依据文化资产保存法 登陆文化景观的眷村 既有岗山空军眷村 含省村乐群村约7.4公顷 左营海军眷村含明德建业和群新村约59公顷 凤山陆军眷村含黄埔新村约5.2公顷 它不只是高雄的眷村文化园区 其实我们要谈的还是说 在整个大时代脉络里面 为什么会有眷村的出现 眷村在我们不同时期 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跟我们军事文化的关系 以及跟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跟我们的社会 跟我们的人连结的这些相关的故事跟记忆 然后这些记忆的连结 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 那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台湾眷村文化馆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脉络跟发展 再见886是对眷村记忆的双关语 过往动乱时代中的眷村光景 已离我们远去 今日眷村文化的故事点滴 透过园区得以再现 我们这个园区叫做再见886 那基本上所谓的再见886 就是我们当初依据国防部的资料 就是全台湾总共有886个眷村 那所以这整个在现886就表示说 整个台湾眷村的文化的精神是在这里面 那我们整个策展精神也是以整个台湾的眷村的文化的精神 还有它的历史放在这个里面 台湾眷村文化园区主要为四大主题馆 明德二三号为眷村时代馆 诉说1949年后漂流及落定的烽火岁月 明德四号以眷村俱乐部带领大家走进军区一探眷村文艺 在这里很重要 甚至在台湾的诗坛上都占有一席之地的创世纪诗刊 特别在明德新村中的创世纪诗刊等 影响台湾现代文学的发展 当时有亚璇先生 洛福先生 他们就在汉村广播电台服务 他们那时有一位张默先生 他是在海军陆战队服务 他们三个人就结合起来 就是要导一个诗坎 叫做创世纪诗坎 明德十一号眷村潮 为演绎眷村文化保存的浪潮 明德十号眷村共生基地 引入创意设计的能量 看见眷村文化的新生命 高雄市保存有近九十公顷的陆海空三军 眷村聚落为全国之首 2014年提出已住待户政策 突破中央与地方复杂难解的保存困境 高雄市政府推出系列计划 从已住待户人才基地 已住待户全民修屋 已住待户老屋劳动营 到今日已经完成每合九十一户入住 修复133户 今日立于台湾最大面积的 眷村文化景观内 市府在此成立台湾眷村文化园区 更是台湾眷村保存政策重要的一步 未来我们将从完成策展的四栋 全面扩展到57栋房舍 而在建886的使命 就是要将全国最大的眷村历史现场 好好的交给台湾未来的世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